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董绿爵 欢迎您收听维根连世界读书共学会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学习善待癌症 刘承恩简介 本书主要作者刘承恩 男中医师 使命养生高级技师 现任北京养生文化学会会长 1952年生于中国山东省昭远市 1970年参军 在军中服役期间 于中国政法大学完成了法律进修学业 学完了寒寿中医高等教育课程 曾在海军任军事检察官 军事法律顾问处主任 在总参谋部办公厅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律顾问办公室 总军事法律顾问等职务 1994年在副师职军官的岗位上 申请退役自谋职业至今 他从事中医事业 以坚守道德为民服务为座右铭 把中医养生还给了人民 让大众用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 保持和恢复身心健康 使癌症患者每年康复支出 从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人民币 减至几千元 2013年9月2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研究 部署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 把群众性养生保健 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刘成安先生是这项政策的积极探索者 他于1993年就在京西宾馆 为全国政协委员做专题养生报告 2004年 与社会劳动保障部 职业技能培训部门合作 进行养生师职业试点工作 对培训合格者颁发养生师证书 把2000年来的养生文化 首次作为国家的职业试点 2005年 2009年又分别与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 职业技能培训部门合作 养生师职业试点工作 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为此 刘成安于2007年 荣获北京市西城区劳动奖章 2008年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被评为北京市经济技术标兵 刘成安在接触过他的顾客中口碑相传 中医学来源于天文学 揭示了天地人的关系 知道中医是一种智慧 使用中医是一种福分 仅以此书献给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医圣要圣和大德良医们 献给在回归自然中获得身心健康而勇于探索的人们 刘成恩 旭 本书收集了一百余篇短文 短文以朴素的语言 真实的情感 记述了他们在患癌症前后的感受和心理历程 癌症曾使他们恐惧 怨恨 懊恼 迷茫 以至于出现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心理状态 但当遇到一种新的理念 中医养生 或称养生文化之后 他们才开始逐渐摆脱了原来的固执思维 理念 心态的转变 带来了一种新的追求 生活是美好的 生存是可以满怀信心的 生命的延续是需要不断进化灵魂 并与死神拼搏的 癌症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疾病之一 世界各国的医学界都在积极探索癌症的病因 治疗和康复的方法 途径 形成癌症的原因是复杂的 由心理 生理 环境 饮食 遗传等诸因素 还有目前人类尚不能认识的一些因素 面对种种复杂因素 在提倡以多元化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的当今 中医及中医养生文化更是英家大力倡导的 本书案例中的患者均得益于中国的养生文化 中医养生从有记载的《皇帝内经》算起 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其精华仍有待与我们去继承和挖掘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的理念是有其科学价值的 道就是规律 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 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生存生活 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符合自然 才能和谐地共存共生 当前中医养生 有些良有不齐 我们在提倡中医养生文化之时 既要避免鱼目混珠 也要避免阴噎废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出真知 疗效是硬道理 在这一点上 寻求养生健康的广大群众 特别是受益群体的感受和评价 比媒体宣传的导向 更具有权威性 真实性 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 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无论过去 现在和将来 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 都产生着积极作用 本书所收集的养生势力 演绎了中医养生在实践中探索 肿瘤细胞的意志 消亡和机体的康复所做的努力 进一步证实顺应自然 调节机体平衡 这一法理的强大生命力 运用多元文化 如中医养生文化来认识世界 顺应自然规律 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著本书的作者和读者们 能在人顺应自然的 科学理论的引导下 不断地总结经验 取得更大的成就 张仁瑶 马舒华 2013年6月8日 张仁瑶 中国医学基金会副理事长 北大医院新外科教授 主任医师 原大外科主任 马舒华 卫生部北京医院主任医师 原信息处处长 中国医院协会 原学术计较部主任 自虚 人民的保健 路在何方 这是社会普遍关心的大事 当前 通行的解决办法 是增加医疗投入 但与疾病的 迅猛增长相比 它总显得 杯水车薪 许多发达国家 已经为此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 不见动底的公共医疗支出 本身已成为社会负担 这是一个怪圈 人类由于无视自然规律 而急患贫生 每天被动的忙于救治病患 却不知自己无意中 又加倍地制造了病患 结束这种悖论游戏的办法 只有一个 教育人民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 向自然请求健康 如果不从预防疾病入手 而疲于救治 实非智慧之举 皇帝内金云 智者之养生也 智者在未生病时 重视预防 愚者等到有病 才想起救治 犹如渴了 才想起挖井 敌人来了 才想起制导兵器 岂不太晚了吗 故圣人 不知已病之未病 不知已乱之未乱 本书中的百余名 癌症患者 曾经多有违反 自然的生活经历 当他们明白了 圣因自然的道理 并认真践行 就立竿见影地走向康复 中国儒家思想认为 建国君民 教育为先 把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 介绍给民众 是人民的健康大道 是一种大科学 俄国伟大的作家 列夫托尔斯泰说 最高智慧 只有一种科学 研究天地万物 及人在其中位置的科学 而源于皇帝内经的 中医实命养生 就是这样的智慧 就是这样的科学 科学二字 广为人知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 对这个词的解释是 反映自然 社会 思维 等客观规律的 分科的知识体系 以皇帝内经 为基础的中医养生 在两千多年前 已成体系 那时候 尚无科学一词 用今天的科学规则 却衡量两千年前的理论 正确与否 标准只有一个 实践结果 本书中的百余人 十多年来 用自己生命实践的结果 证明了皇帝内经的 实力养生 确实是人民的健康大道 本书选择的全是癌症案例 癌症是当今社会 多见的重病 既然 一部分重病之人 通过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 合一走向康复 那么 对其他疾病的康复 也有参考价值 不妨一试 劝人顺应自然 意气之力有限 期盼更多的有缘之事 推进这项工作 帮人衣食保暖 是福德 传播顺应自然规律的理念 是功德 把功德 留给子孙后代 献给广大民众 是做人的真正意义 也是一种大智慧 刘成恩 2013年5月5日 今天 我们学习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 我们继续学习 前沿的部分 那么明天 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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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